似乎我們看星座 是不是跟隨立春呢? 我們今年幾號立春 星座不是,星座跟1月1日 不是,星座跟立春 我們立春今年是多少? 2月4日 就是初四立春 是啊 就是說初一、初二、初三的人 那些出生都是屬牛的 都是屬牛的 是啊 所以元旦BB那些全部都是屬牛的 好了,那苦年呢? 整個苦年整體來說呢? 整個苦年整體來說是平穩的 因為植年掛是水火記制 說了很多次 還有先安樂,然後後亂 此吉就中亂 OK 大家在苦年雖然是有點而平穩 開始看到有平穩的跡象出現 但是大家要居安施危 而且他也是會亂 他也是會亂的 他也是有危險出現的 但是在年尾出現 就是帶著亂去2023 是啊 帶著亂象去2023 然後2023就繼續亂下去 亂到尾就收工 就埋單計數 然後黑道走入青龍園 正式入九雲 OK 再捱兩年以為好一點 怎知道是赤馬、紅、楊、劫 對,然後到赤馬、紅、楊、劫 就大洗牌了 全世界大洗牌 如果你說最好的辦法應付這幾年呢? 如果這樣說 是不是躺平 躺平 也是躺平 在事業上就不要冒進 事業上不要這麼急進 OK 不如我跟阿正 我們開口人說真人說真話 譬如我們做一些時事評論節目 或者做一些YouTuber 會不會有危險呢? 在這幾年 先避其風 先避其風 就是要收平 先避其風 沒有人叫你收平 君子不立衛場之下 都是叫你走開一點 沒有人叫你走 走開一點 走開一點 真的不明白 我又不是走 你要走開一點 即是牆在這裏 你的人在這裏 你倒下來就摘死你 你走遠一點 倒下來摘你不到就行了 OK 如果我理解 譬如不要做這麼多的時事評論 說笑一點 怎麼說 在旁邊歪歪地說 我們一向都很歪歪的 是嗎? 是啊 阿正就不要追得正 我們已經假裝黃絲吃人血飯頭 我們身心愛國愛黨 是啊 我知道 我看得出來 如果 普羅百姓 其實我們也是 其實現在也是 譬如說 你要做些什麼 有什麼心願 那些事情 儘量叫做躺平 怎麼說 不要冒盡 你說要找吃都不能躺平 怎麼躺 躺平不用吃 不用做 不用吃 你不吃 你的小朋友 家人也要吃 譬如做生意的朋友 譬如看回自己 或者現在社會形勢 就不要說 這麼急於要開四間大店 是啊 有一間店鋪 頂得住那個雞頭就算了 就不要這麼深紅 又要請多二十個夥記 又要請多六七十個夥記 你最慘是請夥記回來 不生性 OK 好了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還想找封水號 可以再說一次 我電話再說一次 63817076 我記得了 63817076 找封水號 但是 現在我們的稅末 也叫做稅末 末 末 也差不多了 還有幾天 大半個月 也是自求多福 我沒有什麼要說 現在這樣的世界形勢 不要說香港 或者我們偉大祖國 始終都是入九運 始終都要亂 因為 入八運那時候是八幾年 入八運那時候不是 是零幾年 零幾年 那時候是03、04年入八運 是啊 那時候香港很嚴重 沙士 接著就是 8384 接著就是經濟泡沫 即是再數上去 8384 中英聯合聲明 OK 然後是6364 我也不知道 6364 但是那時候也很顛簸 就是我們祖國 你連年都會轉 總之 各位記住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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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走大運 就遲我們二十年 嗯 即是我們走八運 我們走九運 它是走八運 我們走六運 它是走五運 所以呢 過去二十年 它本來真的很好運 你想一下 六幾年 六幾年 那時候 我們香港的人 是不是很拼搏 嗯 又穿膠花 啊 駕駛車仔出去賣胡彈 是啊 總之有手有腳 不死人 對不對 那他們上面呢 文化大革命 OK 那就亂了 還不是五王 嗯 到我們七運 紙序金迷 他說六運 每個人賺到錢 那七運就紙序金迷 是不是 我們各個大富豪 住廁 他呢 剛剛開房 嗯 那是不是遲我們二十年 嗯 他們永遠都是遲我們二十年的 嗯 所以他的樓 他的樓跌遲我們二十年的 如果是這樣 2019 2029 2029 他要2039 差不多了 那等很久 差不多了 因為他亂就不會搞你香港 他亂他自己也搞不定 怎會理你香港 不是啊 我們也要為我們偉大同胞 想的 OK Anyway 這些是共業來的 我們幫他 OK 封宿和貴賢 大家注意自己 記住 要避醒 要避白虎 要特別小心 刀劍等等 OK 可以 啊 按吧 感谢观看